Layon聊四季 天眼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來看波斯人最長亞美尼亞人 正常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基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 選擇的文明是波斯人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黑暗時代開始 就有5%的工作效率加成 那利用時代則是到加成20%的加速 不管是要升時代 還是要點織布技術 走推車輪走 都有這個加成 波斯人他的騎兵科技是全滿的 他的遊俠被薩瓦爾這個特殊的 騎兵單位給取代了 血量比遊俠少15滴 防衛是比遊俠多了一反 攻擊速度比遊俠快0.1 他的特點是打強弩這個單位 只要兩刀就可以砍死一隻 非常強大 波斯人的後期也可以轉出波斯戰象 現在戰象也是實戰化的 這個城堡的寶兵呢 戰象也是很常看到的一個單位 那跟以前的戰象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自帶象風風科技 而且戰象呢打劍足的傷害變成30幾地 非常痛 直接把他當成工程戰象來使用 甚至比攻城戰象還要再更快一點 而且他的傷害呢連打一半的冰 一般的冰也是會很痛的 所以波斯人來說後期的打法也是相當多變 那前期的部分呢可以打這個波斯馬弓 他的馬弓單位呢在城堡時代就會研發安血人戰術 所以波斯現在城堡時代打馬弓也是一個蠻常見的META 那如果打馬弓的話還可以接觸自己的戰象優勢 因為戰象只怕槍兵嘛跟老頭 那在兩個單位呢可以用馬弓的機動器 好趕快去解掉這些問題喔 那有安血人戰術的話打長槍兵傷害也溝通 波斯戰象轉這個這個馬弓轉戰象 是一個非常頭痛的一個問題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第一個強化教堂 有這個額外的聖物 像阿拉伯總共是五個聖物 那有亞美尼亞人場就是變成六個聖物 那他第一個強化教堂自帶聖物的關係 也會自動射箭 所以在一開始需要防守的位置上補一個強化教堂 會對自己經濟不錯 而且也可以獲得這個防守效果 那亞美尼亞人呢他的羅策 造價也是比較便宜的 有這個折扣 而且他研發羅策裡面的科技 還會獲得額外的加成效果 效率會更好一點 那亞美尼亞人呢 他的步兵單位是比較厲害的 因為他的步兵單位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劍兵勇士可以高達100滴血 那他的工兵單位呢就有點可惜了 雖然寶兵是複合弓箭手 可以把這個自己的箭矢 射到敵人身上是無視敵方裝甲的 這個弓箭傷害了 但是他沒有拇指環 所以是稍微弱了一點 射起來的話有點普普通通 比那個工兵國有拇指環的國家比起來 傷害還是差了一些 雖然他可以無視敵方裝甲 但無視敵方裝甲要一直連射下去 還是有點可惜 射的不夠快死個問題 而且手又短 基本傷害也低 那不管怎麼說 亞美尼亞人現在要BUFF的東西有點多 但是他的海戰其實還不錯的 有這個自爆船33%加成 但阿拉伯沒有海 亞美尼亞人在阿拉伯的表現 一直不是那麼的好 那他工程器更是悲劇 沒有大衝車 也沒有火炮 基本上要什麼沒什麼 所以我個人是不太喜歡 亞美尼亞人的工程器的部分 是蠻希望他至少給個重頭啊 或者是大衝車 或是直接給他火炮都可以 不然他以科技線來說太不完整 打起來會非常難打 好 那兩邊準備升到了封建時代 那目前MBL選擇是18P 那亞美尼亞也是18P 但我們可以明顯看到這邊P數一樣 但是卻升時代 早了快20幾秒了 這就是波斯的優勢 波斯這邊決定是要來打一個射箭場開局 而且是4人挖進 直接轉小攻路線 那道特這邊有偵查到 也是轉了射箭場開局 然後轉毛兵 OK 他本來可能是要轉肉嘛 但是這邊肉 所以你先暫時用不到 那這邊道特就可以趕快去 去挖出第一個冰工廠 然後去點下一級射 開始防守 但是現在先毛兵 一級射也可以不用先點 先灑一些農田 把家裡以為起來 也OK 那這邊待會肉類的經濟調節 待會肉這裡可以不用鏟 所以這邊肉不用再去採米亞 去採旁邊的這個100木頭 挖一挖 趕快去把這個冰工廠挖出來 好 那因為肉很充足的關係 所以先按點下異農一幕 那POSE這邊沒有點下異農 而是正常的灑下農田 那工兵單位還在家裡防守 用肉碼去偵查一下 對方到底想幹嘛 那目前看到對方是一個毛兵開局 家裡囤了一些 那自己本身也不太想要提早進攻 兩名都在猜測對手的想法 這就是早期偵查的重要性 我問你知道對手在幹嘛 你就不會很晃 那大部分新手 往往會覺得玩得很晃 最主要是因為自己偵查做的不夠 導致前面視野一片暗 會很難做到其他事情 好 毛兵來到了八隻 八隻就停了 沒有再繼續出 他出太多會拖到自己上城堡時代的時間點 哇 那波斯這邊已經準備要來點城堡了 哇 這個支援量差距非常大 OK 沒有點英龍 省了75肉 農田更早下 好 前面來壓制一下 好 這邊工兵 鳥要放出來 準備要囤到十隻工兵 然後轉騎士 配奴兵的一個波斯戰法 那這個戰法是 基本上所有文明都可以打工兵配上騎士 好 就是 花了一點黃金 好 這邊是決定要配漏馬 這邊配漏馬的一個優點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就可以用漏馬去反思對手 的這個毛兵單位 好 那第一時間升到城堡時代 兩邊準備要來做個攻防戰 魔兵這邊還來不及點 資源量不太夠 先點了一個二級射 好 那這邊MBL也覺得 反正對手看到自己UP先上去 升級的話一定是他有優勢 所以把這個兵全部往前A 好 射掉這個門 進去 稍微微一下 左邊這裡還有一個洞 趕快扶 好 走進去 並沒有要繼續往裡面深入 反正是直接回頭 爛了一絲工兵 繼續看一下裡面狀況 好 從側面開始 繞一下 路馬進去看一下 OK 好 毛兵過來 來 好 收掉這隻 好 下方的工兵就去 嘗試 這裡要放個刺激 對 那還是射得到喔 這裡要是被衝進來就危險了 原來亞貝尼亞人 這邊還沒有戰毛兵喔 或是現在擁有工兵的傷害壓制 十隻工兵 這個在城堡時代初期喔 前面兩邊都沒交戰時候 十隻工兵相當難解喔 你用一般的毛兵是不能擋下來的 你要升級為戰毛兵才有可能 好 那這邊戰毛兵升好之後 到車這邊就可以稍微出門了 那這邊一來一往喔 一直把這個羅車搬來搬去喔 經濟已經受到一些損傷了 先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波斯這邊贏下了大概快要600左右的資源 結果還是有差喔 一直把村民移動來移動去的 結果這個問題 好 這邊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防止對方的騎士 他會趕快按一隻老頭出來 那第一個教堂裡有聖物喔 換右邊打 這一把道特感覺 非常慘 我覺得波斯還是要拔掉這個黑暗時代-5%的這個效率喔 感覺黑暗時代不能再給他這個工作效率的加成 不然真的太強了 這個時代優勢就把對方壓著打 這個節奏完全被帶走 好 這裡要開TC嗎 對 這裡該開TC囉 波斯這邊也是開TC 但是雙TC開 待會兒可以再把這個100石頭買回來 所以就3TC開農 好 旁邊進入開農期 應該不會開戰 用這個戰毛兵把對手毛兵給逼了出去 好 補了一些戰鬥祭司 可以幫這個 戰毛兵補血啊 這麼有想法 那戰鬥祭司的價格也是偏貴的喔 30 30肉跟60黃金喔 跟一隻老鷹的價格差不多 比老鷹貴一點點 好 這邊不敢往前走 MBLO打得很緊色 那這邊也沒有打算要轉這個馬功 畢竟看到對方這麼多的戰毛兵喔 打個工兵配齊一次喔 差不多 再狠一點喔 轉個頭車跟奴炮 再繼續往前壓 真的夠狠 後面真的出頭子車了 最近頭車打 頭車的奴炮 打這個戰毛兵喔 相當好用 好 那這邊一級的工兵鎧甲補下了 右邊補下第三個 第四個城鎮中心喔 好 左邊的金晃村民趕快先拉走 正面被壓回來 倒車這邊補下了六王技術 這裡暗明門 這邊都看不到 好 左邊的車打個一發 我拉掉 好 左邊的殿下二級農 兩邊打一個偏農 那村民差距目前是七三村打上六十七村 壓明亞人這裡沒有第一時間 轉出對應兵種進行反制喔 例如這個 大量老頭啊 配一下 救贖思想 去招降頭子氣 畢竟現在出老頭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工兵給射掉 唉唷 這個MBL 預判得很好 設定這根堡應該很難蓋囉 炸個一發 炸十一村 頭子車出來 閃掉 結果自己又被換掉 哇靠 兩台頭子車被換掉 但是右邊的頭子車被打掉了 OK 這邊交換這根堡看起來是難守了 騎士上去對著戰毛兵一陣爆砍 殘血的頭子車還在前方 這根堡被拖到了一點時間 而且頭子車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七隻村民加上四隻的單位 好強 IVP 這個頭子車 好 正面補了一個城堡 稍微守住了自家門面 好 外面再補了一個大血 準備來點彈道血 但這邊點彈道血可能意義也不太大 畢竟 還沒有轉出複合弓箭手 好 弓掌人就轉了 然後這邊轉複合弓箭手的好處 是打騎士會比較好打一點 但是遇到奴兵的話射程會少一 所以還是可能被對方的奴兵給秀一下 頭子車也不太好打 畢竟這個穿甲效果對攻城器沒有任何能力 這就是複合弓箭手的尷尬 出出來還不一定可以有效壓制敵人 但對方出一半的兵還是可以壓制 複合弓箭手 如果不給母子環的話 至少要把這個射手跟奴兵一樣會比較好 好 OK 對射一下彈道學補下了 頭子車互打 砸到一發中 中了這個戰毛兵 好 死了四隻左右 但這樣子換下來 MBL就不虧 好 這邊高打第一 可以再預判一次嗎 往前走 nice 這個頭子車剛剛細節 剛剛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剛剛往左走之後 往前走了一下 再往左走再投一發 頭子車控制細節 平常要解釋很難解釋 你往前走的話 可以增加自己的命中率 但相對來說也會有一定的風險 畢竟對方打到你的機率也會更高一些 好 右邊補下了一根寶 黃金礦繼續挖 下方這邊村民繼續補 好 這裡點了帝王時代 攻兵 小心 還剛說完我就覺得不妙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的手太短 他只要一停下來 想要去射人家 他不僅射不到 還會瞬間回頭 回頭的話 因為他少了一個射程 所以他不能原地射擊一反擊 反正他會回頭走一步再去射 那這個停頓時間 就可能被這個頭子車給打到 所以我才說啊 這個複合弓箭手 應該要再給他多一點射程 參與秀 不然他要秀人家 不太可能 基本上只有被秀的份而已 好 那兩邊準備升到帝王時代 波斯這邊轉出的是 奇兵科技的升級 跟蹤技術跟一級攻 增加騎士的跑速跟傷害力 好 正前方補了一根寶 頭子車 想要秀一下 有機會打得到嗎 好 決定沒有要繼續往前 好 穿甲弓箭手 傷害來到了4加2 那射程一樣 16點 好 升到帝王時代的波斯 村民樹來到132村 村民差距被明顯打了出來 差距25村左右 那亞美尼亞人的步兵呢 也補下了 二金龍也升了上去 帝王時代還差了5秒鐘 好 這邊直接撞城鎮中心 但還好前方靠著戰毛兵 坦住了一些傷害 好 紅兵要去追嗎 這邊決定要用自己的兵 去吸引對手的注意力 那MBL會上當了 注意條10機前面開拆 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 釣魚手法 用這坨兵去吸引敵方的注意 希望對方不要這麼早就來攻城 看到MBL好像沒有上當 好 趕快回頭射掉這些村民 左側也射掉 OK 那家裡這一坨 我們看一下這個精采培放 渣渣死死的 全部投爛 再來一發 鐘頭一出來 變之有沒有 沒有 看來 很有啊 很有料啊 超有料 好 那到了這邊 省失了自己所有的工兵 被投資車瞬間砸光光 OK 染出了步兵鎧甲 二級步兵鎧甲點下了 那 護衛技術也補下 還有二級的步兵鎧甲 好 正前方的強化教堂 三散物要被打噴出來了 對 這個應該沒有手術可以去控了 那對方這個陣型 是全黃金豪華配兵 全部都打黃金兵 好 這邊村民處來到了155村 轉出來的是 精銳戰像升級 那波式的工兵呢 點下銀罐技術之後呢 就可以免費使用這個工兵單位了 工兵再也不需要黃金生產 那MBL現在的想法是 就是用工兵壓制對手 對方待會可能會出來的 劍兵勇士 那待會戰像出來的話 也可以整一坨的大象 踩掉大量步兵也是沒有問題 所以MBL這邊的打法是 完全克制住了亞美尼亞人這邊 他也會說 那復活弓箭手打戰像不是很痛嗎 很痛是很痛 但是戰像血實在太多了 620滴血吧 所以打起來 你說痛也還好的感覺 620滴血沒錯 劍兵 這邊不是劍兵勇士喔 這個雙手劍兵 瞬間拆掉了三台投石車 好 復活弓箭手來測戰像 這算痛嗎 算一算有痛 但扣得很慢 OK 劍兵勇士直接收掉兩隻戰像 大象直接往農田裡面衝 也不管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上方的戰像防守住 巨型投石機 阻止對方劍兵勇士 靠近巨型投石機 但是巨型投石機 還來不及拆掉一台 劍兵全部倒地了 右邊的劍兵勇士 雖然血量來到裡百滴血 但傷害還沒有提升上去 這裡轉出來的單位 也並不是槍兵 而是劍兵勇士 好 後面轉了一隻老頭 著想了一隻精銳戰像 但是這邊轉出肉馬 老頭這邊直接打出了局 瞬間秒殺局啊 那MBL這邊打得很好 他除了出戰像之外 也有出這個肉馬 只要肉馬在裡面繞來繞去喔 可以去抓掉老頭 基本上戰像 我就不太需要擔心了 那待會戰像繼續往前推 踏平應該是時間早晚的事情 畢竟這集 道特的亞敏亞的 複合弓箭手 損失了這一大坨 如果這一大坨還存在的話 可能喔 還有機會擋得住喔 那一大坨不見 要重新再造一坨出來 實在是太傷經濟了 那自己的兵呢也是很難量產出來 老頭的話可能要提前生產防守一下 至少要來到六隻左右的老頭 他有機會全部招光 那亞敏亞人的一個強度來說 需要下個版本喔 可以再征服一下 他的勝率真是有點悲劇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 有波士人拿到了7000支援的勝利 那軍事方面則是 3.40KD對0.3KD 那個 中頭力大功 只能說那個中頭太暴力了 直接塗爛亞敏亞人的所有工兵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中文字幕作成功 感谢观看